文殊普贤求生尽土 现代人在经典里面都看到了 可是还有一问 我就常碰到人来问我 文殊普贤是连教的等教菩萨 他在华藏世界难道就不能成佛吗 为什么还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 这个里面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的榜样 你看文殊普贤 我这是华藏世界等教菩萨 我还要求生尽土 你们想想你们要不要去 一身作则起个带头的作用 这叫大慈大悲 第二个意思呢 华藏世界要破这瓶身相无名 原成佛道 他还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 西方进出去 他的时间缩短了 这就是说实 西方世界去成就 比华藏世界还要快 时间还要缩短 那么这就是真实的利益 这是两种原因 他一定要发愿修圣建筑 是这么个道理